字幕by bwd6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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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今天的 獲利方程式 在昨天加權指數 禮拜二的時間點 中場與小碟11點做收 那其實我在8月2號的一個盤前 就告訴大家 禮拜一加權指數 的確是一個量縮 縮漲一個態勢 它有一點點量價背離 可是這盤四格局 我不會把那個禮拜一的 這盤四格局解讀為空方的一個量價 你可以看到在禮拜的一個震盪來講 感覺最低的時候跌28點 可是中場也在尾盤的一個 收斂的一個跌幅的動作 也讓指數的收斂跌幅來到11點 所以整理來說 還是一個高檔區非常持強的一個整理 其實我在這一根長黑 看到8916點 隔天上來這一天應該是 7月25號還是7月26號的解盤 就告訴大家 兩種波形一種是直接上 一種是直接拉上來高檔 箱形你把它拆一半 然後在這裡做一個橫向整理 等待下一波的時間變盤轉折 所以這盤四格局在禮拜二的時間點 雖然開盤八法是三點低盤 它是一種空方 空方盤的一格式 但是我認為還是不必解讀為空方 因為第一個你也沒有同步變成一個 價跌增量的一個空方量價 反而在昨天一個震盪過程裡面 量就縮下來了 所以你持續都看不到一個明顯 八法跟量價同步空 但是外資資金行情 一個熱潛持續湧入台灣狀況之下 它看起來就是我在7月26號 跟大家講的高檔區的一個持槍整理 等到這個壓縮整理完成 它會走出趨勢性 回來原來趨勢性的方向 好所以我認為還是一句話 把握任何震盪壓回 記得來跟劉老師預約付金節禮物 因為在高檔區已經量售整理11天了 它這裡絕對會有一波大行情 稍微補個量 這麼強勢的整理補量就容易在拉中長紅 而且很可能付金節之前 隨時就有這個白臉以上中長紅 再類似禮拜一 一天要大賺10萬元以上的一個行情 好你不曉得要怎麼樣操作 直接跟上紅腳步 但是我認為由於整個中期的趨勢 底部型態在887以下的底型 非常明確的 那反而是這裡 好我們看到T50反12融資 再創46萬張的一個新高 那我認為接下來絕對要加緊腳步 趕快去挑好的股票做多了 那今天大盤我們放到後面講 我繼續跟昨天一樣 到底有哪些類股資族群 最接近組成端的機會最大的 那今天大家繼續掃描一些股票 包含半導體IC設計 這一塊從台積電的領盤 這個主軸非常明確 那好好去挑股票 誰是台積電第二 再來網痛的部分 5G跟網痛 我們昨天講到聯亞 今天一個出拳席的動作 聯軍就在低檔區 進行一個補漲的動作 最近光通訊好像也有在打底 那今天也要額外開始跟大家聊 生技新藥的一個集團股 那尤其昨天的論太拳 論太訊比較明顯走強的動作 那唯一 Apple我並不是所有類股資族群 把他轉成是 都說告訴大家是一個主身段 因為像雙紅或者是像大力光 有切入蘋果的創新應用的蘋果概念股 其實並不多 真正能夠走出回升波段的股票 我認為可能只有三分之一 最多體質如果好一點的個股 大概只有一半的蘋果肝領股有行情而已 所以我們還是認為主身段如果要給大家結論 大力光他絕對還在一個主身段 昨天又創造波段新高了 你如果跟我在2200元這邊進場付局 一張已經大賺130萬了 我們到現在為止多大沒有出 好是主身段的主軸 我已經告訴大家從4月份的演講跟他預告 台積電 浩鼎跟大力光 他是最率先進入一個回升波段 會軋空一波到底 好看起來券單就是補在最高點了 那接下來盤勢格局 我們會延續著我演講會 先帶大家看一個集團股 來 這張股票叫做2915的潤泰權 我認為繼華新集團之後 你要開始注意潤泰的機會 這個我記得在3月好像28還是29號 公佈這個不配息的狀況之下 潤泰權急跌 然後跌了4個月才盤出一個底型 一直到昨天才突破一個三角形收斂的形態 好像偷偷股票內支的股票 一檔一檔個股再進行一個動作了 那我其實在這一次 禮拜六禮拜天的一個全省巡迴演講會的時間點 跟所有的投資朋友提到一個集團股 我說這是已經內支即將要在8月17號 大概310點320點左右的除息 那代表大部分的股票都除完息了 那這邊你覺得聽不到好消息 因為主力輸入群才剛剛要回來重新把 避開除全息的資金重新介入市場 我現在要進貨我幹嘛告訴你利多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們國內有幾個集團股票 最明顯的就是華興集團 好這是昨天的4919的新唐 在休息兩天之後 又噴出一個短波創下新高 那前幾天是華興科噴出一根漲停之後 突破這整理型態 維持高 高隆級的強勢整理 好這是1605的華興 連華興這麼大堂的鉤票 昨天都可以噴出漲停板 好前天都噴出漲停板 昨天還創造一個短波段的新高 好我在影響會的時候特別跟大家講到說 這個是我們在二十多塊錢開始 請大家布局的中鋼 這根突破整理型在加碼第三比多彈 好剛好除息前三天漫到一個短波的高點 除息當先接回來 昨天又有一個轉牆的動作 那華興其實有去結合 大陸方面黑色金屬的一個走牆的動作 好它走的其實有基本面的道理 可是你看不論是新唐 華邦殿 或者是華興科 甚至於連華興本身 華興立法集團股票一檔一檔個股往上走了 現在看起來一個內資開始比較明顯 在帶動的行情已經非常明確了 要趕快從這邊看看有沒有新的投資契機 那我們回來看倫貸權的一個部分 我來講倫貸權其實要大家注意集團股票 尤其是生計股重新回來主升段 我們生計精英班很可能來到一個 倒數計時必須佈局的時間 因為在美國的MBI生計指數 好在8月1號的晚間噴出了 創下一個短波段的新高 突破了3030 從今年2月123456 整理了5個月到6個月一個大底 昨天才噴出一個短波段的新高 然後在8月1號的晚間是3030 暫穩兩個交易日 那等於在一個交易日 能夠確認暫穩三天的一個狀況之下 同志朋友這個形態確認讓它暫穩突破 ISI指標突破壓力而且創破亂新高 代表生計股的主升段有可能在這裡 適當的經過了這個好幾個月的整理 真正的主升段可能來到一個倒數計時的一個階段 假設從3030到2520510點等幅對稱測量 至少有機會看到3540等於 有機會去突破這個逼波反彈高點 確認說是一個回升波的一個主升段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昨天的過程裡面 連中域在低波從165漲到269 好像一個中域平台的三寸頭間底型也即將要完成了 這裡有沒有醞釀一波行情的機會 好這裡有沒有醞釀一波行情的機會 因為前一波中域甚至於連耗頂會呈現一個大跌 最主要是大家去衍生到 聯想到說潤泰集團的資金到底有沒有問題 好我想大家絕對是想太多了 我們再來看一個最指標性生計股當中 最指標性的股票 這是4174的耗頂 我們從320元在540這個位置裡 好像6月幾號的那個前夕 6月中旬那個前夕在540元獲利了結出薪 好這個價差多端一個部分 你如果只要操作從 這個4月25號的這個321355的經常佈局 到540初 10張你已經賺了185萬了 好同志朋友你已經錯過生計的出身段的第一波耗頂 好很可惜沒有賣在最高點 可是這10張也掌握幫你去賺了180萬元的機會了 後面有沒有行情呢 第一個 NBI生計指數的W底型已經完成了 補量就是上上噴出主身段 好那同志朋友 生計族群那個底部完成的時候 你一定要在第一個突破點開始去找股票卡位了 好否則後面的高點你絕對跟不上這一波的行情 趁它底部剛完成 尤其 耗頂已經額外花了6月跟7月進行一個 三角形收斂型態的一個壓縮 那過去我們跟大家講不論是大盤在進行一個三角壓縮 好一根放量的長紅長黑會決定一個波段 而且它是單波一邊到底或一邊到底的一個現象 好如果是一個空投形態 中繼的整理走三角形收斂型態 後面的繼續的向壓的走勢 一根黑K跌破之後 它會是走強空走勢 反過來如果中繼的整理型態是一個多方突破 它也非常容易走一個噴出軋空一波到底的走勢 好所以隨時要等待這個倒數這個訊號了 那我們已經告訴大家485這個位置點 我們把所有的多端都接回來到三筆了 那我認為這三角形收斂型態已經有一點點小幅度 好收上去一個現象 那剛好搭配潤泰集團的股票也開始進行一個走強 有沒有機會互相揮應開始展開一波的一個行情 也順勢去幫大家去掌握 好我一直認為在接下來 好從520新政府接任才兩個月的一個時間 好你當然很難看到政策面上面 比較明顯一個大幅度的加持 欸兩個月你能夠期待些什麼啦 好但是在接下來 三年十個月的過程裡面呢 好這他絕對是在接下來 我認為是一個五年十年我們台灣非常重要 能夠排除紅潮競爭拿到專利的藥證 為什麼我特別告訴大家 我們會非常琢磨新藥有主身段的一個個股 好那如果按照我們時間規劃 主身段的時間已經來到倒數計時 那尤其升級精英班你也要開始密切去尋找這個布局的機會了 好這是3081的聯亞 我們昨天跟大家講到你不要追 因為謝爾波爾94九浪已經來到轉折高點 那8月2號剛好有 對不起昨天也有忘了跟大家講 還有包含儲權 所以昨天一價位在這個收盤來位置點來到398 一口氣落差了130塊錢你覺得差距很大 最主要是他本身還有儲權的一個因素 好可是昨天以這個收盤價來講 等於說儲權出息之後還跌兩塊 可是是卻放出一個短波的大量 所以很可能是確認我告訴大家一個短波整理型態之後 它是一個九小浪 好適當休息整理之後 你要開始去注意喔 因為以聯亞的波形來講也是一個大底型剛剛完成 好只是因為儲權出息你欠缺了一個參考的一個 可是還原全息之前 他在一個相對形態已經突破的位置點 這補量也容易整理完成之後 補量也會拉出全新一波攻擊的主軸 那怎麼樣挑股票咧 尤其是當昨天 好當劉英雅有一點稍微休息的時間點 反而低檔區的聯軍帶一個小幅度的跳空缺口 除息的缺口又開始要進行一個回補的動作 好現在本益比也才12倍多 我其實我認為漲得非常有道理 好那營收也來那個相對 繼續是一個年增獲利去挑戰一個新高的一個機會 好那一檔一檔 不論是光通區的華星光的前天一根底部中長紅 光華已經偷偷一個W底形成型了 好聯亞已經拉出一個波段了 聯軍的低檔區的小W底形也已經完成了 欸網通族群誰最有爆發力咧 誰最經濟主身段呢 你也要開始密切的把股票跳出來 我們都已經把後續布局方向給跳出來了好不好 好那上半段時間跟大家講到了生技族群 要開始密切的做一個追蹤 好我認為是最有機會的網通的族群 那至於半導體相關的族群 還有哪些個股有機會 好尤其在今天回來盤後 聯發可以要進行一個法說或者一個公布 那IC設計股怎麼樣去進行的掌握咧 休息兩分鐘之後 廖師居幫他解析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爬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期貨 股票 選擇權 絕對報酬策略 多空雙向 靈活不及 靈創富的最佳夥伴 02-2578-3777 2578-3777 亞洲投顧 27年來一直秉持專業用心負責的態度 為您創造財富 市場的常勝均 股票期貨的贏家組合 亞洲投顧 亞洲投顧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顧 諮詢電話02-2578-3777 2578-3777 超越大凡 領先市場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勝均 亞洲投顧 豐有一流的分析師陣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空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顧 帶您邁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聲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顧 亞洲投顧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資訊電話02-2578-3777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 發覺一切吵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我這次中了很多發票 你怎麼知道你中了很多發票 因為我現在用電子發票對獎 中獎之後 他不再會寄到我信箱通知我 而且現在還增加了 無實體電子發票特別獎 讓我多了很多中獎的機會 如果我發票都還沒整理好 你就對好獎了 但是電子發票中獎了 怎麼捐給社福團體啊 現在不用這麼麻煩 只要消費時高級店家 社福團體的IC碼 發票 絕對之中捐給他們 請慢用 好來 那麼現場 那這次我們講到的聯發科 在這個7月中旬左右 在這個三角形收斂型態的時間點 提醒你一個蟹型向上噴的一個機會 那尤其業績又傳出最佳訂單 甚至於最後有可能到明年第一季 那有沒有高於平均的一個機會 尤其當昨天聯發科收盤來到250元 由於高通跟聯發科相關供應鏈的個股 類似像晶圓電已經噴出去 已經好可以默默往上做一個拉抬動作 那再加上說本業保守估計 由於昨天公布營收是創下了新高 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第二季的一個EPS有機會 大概4塊多的話 加起來上半年就有挑戰7元的一個機會 全年就算上下年原本比較保守看法是 上下半年同樣的一個狀況 那至少就會挑戰14到15塊錢 不要忘了還有四維圖心在 這個第四季的2元EPS一個獲利 那過去聯發科大概在200元 見到每一波2G轉3G那個轉換製程 毛利率比較偏低的那個位置點 大概EPS都會是在123元 現在大概有很大的一個信心 這一波從高等區500多塊錢 修正到192塊錢 這很可能是一個中級非常大的W底型 即將成型的位置 未來只要這個高點越過一個等幅 相對應測量就有機會結合 接下來聯發科開始10奈米的製程 毛利率要開始做一個 出貨的一個狀況之下 10奈米製程的一個訂單 相對都是高毛利額的商品 那我們在股票的投資方面 如果按照市場的估計 可能到第三季毛利率 才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直穩的一個動作 投資朋友那股價會在什麼時候落底 好 通常都至少提前一個季度以上 所以我們大概要有一個心理準備是說 也許這個192元就是一個中期聯發科 這一波的長空94正式完成一個位階 那如果這個底部型態完成 再加上聯發科持續跟台積電追的這個產能 能夠從台積電的營運展望去看到 都是畢竟滿載的狀況之下 好 那你要開始去注意 接下來明年再加上 這個三星一個 智慧型手機的晶片出貨給三星 再加上這一款一個晶片支援 現在最熱門的就是VR這個題材 未來絕對是聯發科營運大爆發的一個機會 好 那所以 接下來密切注意 尤其已經這個禮拜三盤後 關於聯發科一個法說的動向 怎麼樣去做一個細部解讀 掌握到未來一個轉折 好 這個就是你下一波致富的 絕佳的一個機會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怎麼切入 有馬訊你直接刻上我們腳步 否則你很可能又錯過類似大力光 從2290元2135回來 隔一個交易日的這個短波 進行布局的動作 到昨天為止一張 你可以大賺130萬 我們現在有兩筆持股在裡面 好 那所以如果我們講的一檔一檔 指標性的個股都還在不斷的領盤向上 好 投資朋友 這為什麼我在8月1號的時間點告訴大家 好 七月最後一個交易日告訴大家 事情大條啦 那果真在8月1號這條的就大條 一天大盤上漲了將近百點 重新又把我們確認是說 這終極這個箱形底 禮拜五又是片線又空 這一輩子人一輩子只要去掌握到 類似8000點上來的這一波行情 投資朋友 你從第一個轉折咬住之後 你從這一個轉折咬住之後 你從這一個轉折咬住之後 你每個轉折就全部都會做對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當這個底部的形態剛完成 好 投資朋友不要再錯過 很有可能 我說的補出適當的功過下降壓力量的一個量能潮 很可能在父親節之前 你又有機會再去漲到一根白臉以上中長紅 一天狂賺11萬6千元的一個機會 而且這一波絕對有一波大行情 因為在台子08魏平昌到8月1號結算的這個魏平昌的一個資訊來講 這個魏平昌單月份的8月份合約已經超過10萬口 這裡絕對有一波大行情 不會一直盤在這個150點的價差裡面的 好 當它最後一個行徑整理又空完成之後 我說一個關鍵引爆點 接下來又是像前面一波400點500點的行情 衝出去一波了 所以提醒所有投資朋友 我們已經第一次的價格挑戰 站上8840了 其實到昨天為止 尤其禮拜三回來投資朋友要去注意一下 好 到8月3號為止 台子氣候正式應該指數增發的點數大概是 259點到260點左右 所以禮拜三盤中只要有一個逆價差 放大超過50點以上 很可能又是一個轉折 你最後最後一次 你可以去洩入這個布局的一個機會 好吧 尤其這一波行情 好 從8000點跟大家預告說 這一波非常有可能複製3955 一口氣 第2期月KT的一個行情要差 是一個45000點的7張點 45000點的7張點 45000點的7張點 好 我認為7203 7600或7999 好 這幾個位置等於 就是類似這樣6609的位置 很可能是類似3955或6609 一波3、4000點以上行情的7張點 因為過去歷史經驗台積電的眷值比 只要超過7成以上 後面至少波段走勢都至少在漲3成以上 好 那這個高點222元 我從4月下旬那個時間點就告訴大家 台積電是回升波創歷史新高 你用177×1.3倍最小一個等幅的一個 過去的歷史統計數據就已經創歷史新高了 就如同富邦金的淨值會不斷墊高 這是台積電的淨值 你千萬不要因為這個9000點指數已經高了錯覺 去錯失賺大錢的機會 好 就如同我們說富邦金的淨值現在已經是40塊了 他不能跟2008年金融海銷那個時候淨值20元一樣 所以指數的長期的底部機會越墊越高 越墊越高 好 不要用一個感覺一個觀念是 9000點過去歷史已經是高點 問題是這台積電的兩倍的國家淨值比 這是一倍的國家淨值比 好 那你有沒有發現台積電都是在一個淨值比的 等幅的區間做波動 好 那如果未來長期的區域是台積電在這個 未來往10奈米 往7奈米 往5奈米 5奈米以上的3D堆裂的技術 所有人都需要台積電超過五成一項 軍員龍頭代工廠的製程 好 未來這五年十年的營運已經沒有無約的狀況之下 它的淨值是不是不斷向上墊高 所以我為什麼告訴大家 你不要因為9000點感覺指數已經錯覺 這波假設以6609到萬點 未來築成一個中期體型 很可能單單是看著這一次的融資 單單你看著台積電的卷值比7成以上 單單你看到昨天為止 T50反應的融資又創下了 46萬張的一些新稿 好 你還不把握這一波行情 這一生很可能再也等不到 咬住一波行情 接下來就很勤傷潰瓦的機會了 好不好 好 而且我說過了這一波絕對有行情 那務必把握 各位朋友 營造出很多的副爸爸了齁 來 接下來的副爸爸二 好 騎衝加騎波 發發登場 我們絕不冷場 尤其熱盤四個局 收斂壓縮 在最後一兩個交易 好 發發登場 騎衝加騎波 副爸爸第二代 鄉親切勇可以直接成員老師樂福 祝大家今天 我們順利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出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爬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期貨 股票 選擇權 絕對報酬策略 多空雙向 靈活布局 靈創富的最佳夥伴 02-2578-3777 2578-3777 亞洲投庫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諮詢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超越大函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 亞洲投庫 都有一流的分析師整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空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庫 帶您們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生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接近電話 02-2578-3777 2578-3777 096-111-0809-096-111 現實優惠 千強經營 HyperNet YourNet 走得越遠 就越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裡 你還記得你小時候 曾經夢想要拯救世界嗎 想改變自己嗎 那就吵詳世界出發吧 妹妹啊 去洗碗囉 媽媽說女孩不會做家事 會被人嫌 爸爸說女孩讀理工 將來會很辛苦 他們為什麼不對哥哥這麼說 C豆讓女孩有發揮潛能 平等發展的機會 我可以當科學家 我可以做工程師 我甚至可以開飛機 我可以 你也可以